这里曾叫华井街 也被称为福里德里西街 是当年汉口德租界的起点 备考长江 每天深夜 这个城市的一些年轻人 便在此地聚集 他们欣赏的是一种 无需传统乐器创造音乐的新方式 他们以此来标示 自己非主流的文化熟悉 120年前 还是同样的一个乐业 同样是一帮年轻人 他们带着另一种非主流的曲调 秘密潜入这里 谁会想到 这个曲调在日后形成了储具 并成为这个城市的另一个标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天清晨 北湖正街这几栋楼里的居民 都能听到隔壁大院里传来的恋唱声 他们也许不太清楚 这种腔调早在数百年前 就已经开始在这里流行 二十岁的张静文 进入武汉汉剧院学系 已经十个年头了 他演唱的剧种叫汉剧 对于张静文来说 汉剧最具挑战性的就是他的唱腔 这种古老的腔调 需要年轻的演员们 至少十余年的锤炼 才能掌握其中的韵味内涵 对韩剧来说 你的手、眼、身、法、补 就是我们谈到的 习比多里的城市化的十五五法 特别是得这种长腔 得这种锁炼 要求是非常非常美的 我就举了个简单的意思 我站在城楼 这就像平约 他没有力度 我站在城楼 上扬了 哪说没说 我们是七度上校 在这出经典汉剧剧目《白蛇传》里 张静文饰演的白素贞 是典型的文武弹角色 依照人物角色塑造的不同 汉剧有十大行的说法 这样的分类 在所有的戏曲行当中 是最为复杂的 有人认为汉剧的十大行 构建的是一个教科书籍的 黄金叙事系统 能够演帝王系的剧种都是一种大剧种 我说汉剧有十大行 十大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特色 每个人有技巧 就是要用技法 技艺 技许 技巧来完成 当时看汉剧的观众啊 有这些类 一般的这个做生意的人 生意条件比较好 做得好点的 再说是有点文化的人 知识分子 在当年的汉口码头 汉剧是占据白天演出市场的主流 属于殿堂级的名门正派 不过 当夜幕降临 一种被称为黄小花谷的民间小调 开始登陆汉口码头 1902年的那个秋夜里 偷偷潜入德租界的年轻人 他们表演的正是黄小花谷 我们楚剧呢就是 最早的前生是叫黄小花谷 所以楚剧其实在黄岗一带 孝岗一带 这一带是比较活跃的当时 它是为了启烦就走向城市 那么他们从哪里进来 哪里能够打得进航口来 有一条楼 又几条楼 那就是黄小湖上 走水楼上 黄小花谷是1902年 进入了汉口德租界的亲人茶园 这是首剧进入汉口的一个标准 今天武汉街头的票友 仍然能唱出120年前的那个夜晚 在清正茶园所表演的剧目 蔡明凤辞电 他的强调太接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 特别是向那个李伯川举宣之后 他在那个唱唱的时候 他不曉得有几度电子 梁大国秦座 本来是这样的词 他可以唱去唱去 梁大国秦座 出身安徽彩茶哥的黄小花谷 尽管唱腔技巧远不及汉剧 但在夜晚的汉口市场 却似乎有着一统江湖的影响力 他们没有精美的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 剧情似乎永远只有 玉老四和张二女的故事 或者蔡明凤与客店老板娘的眉目传情 但是这种家庭纠纷 男欢女爱的凡尘琐事 倒是赢得了众多夜间平民茶客的青睐 茶园夜夜客满 生意火爆 楚剧的主要的观众在哪 在各个码头以及这些店铺里面打工的 就是社会中下层的这一批居民身上 浪女油腔最喜听 草鞋帮是死忠诚 草鞋帮是什么 打工仔 那个时候打工仔穿草鞋了 死忠诚是他们 他表现的内容又非常的有趣和复杂 男人都打工去了 留下来的都是女人们 日子过得并不好过的 按说也不是什么喜剧 但是演得跟喜剧一样的精彩好玩 他的淳朴 他的流畅 他的群众性 他扎根泥土的那种生命力 这是地方戏的特色 这也是利于不败之地的那种根基 白天汉剧《夜晚花谷》 开始轮番在汉口 这个号称九省通渠的码头上演 牙与俗是两个对手鲜明的特质 白天是王侯将相豪杰中凉 夜晚是家长里短织女牛郎 像这个汉剧跟楚剧共同于一个城市 多重的这种社会群体 对于戏曲艺术的欣赏 让这个中国的戏曲呢 它就会寻找到自己不同的生存空间 也就变现出了更加丰富的 这样的一个戏曲艺术 这是百年前一个汉剧戏般的遗箱 它的箱底藏有一处暗阁 当年的汉剧艺人们 把银钱和贵重物品藏在这处暗阁里 然而真正压箱底的 是艺人身负的绝活 历史上将汉剧艺人分为四大河派 清末民初时 从湘帆南下的湘河派 从荆州东进的荆河派 还有从黄梅西来的府河派 不断登陆汉口码头 挑战着本地的汉河派 汉剧就是在四大派的竞争 将各自的绝活囊括其中 进而长期占据着汉口码头的 头把交易 这个四大河派很有意思 当时的武汉的一些 也大演员大台剧们 对他们都很渴求的 所以来的人 你必须要经过这几关 首先一个就是汐马关 我不挑你那个最拿手 最好演的戏 我专门拍那个比较冷门的戏 那里面我这大袍 这个戏里长好了 那证明你这种道意不错 第一关是什么关呢 划将关 每个演员都要提拖 咋靠师傅 得待你 他可不客气了 网子乐得紧 靠咋的咋死 你身体踩的 你受不了 都晕了 第三关 是以这里的名演员 给你叠席 如果我上了你演区 被观众走了 证明你不行 你要能够 把这个台压得下去 证明你是好了 所以当时的人员来说 他们是互相之间是一种竞争 是把你抢了我的方法 但是 所以今天来说 通过这种竞争 出现了一批好演员 这个竞争 它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在里头的 但是竞争结果呢 最后大家还要打得个手呢 共赢啊 商贸聚集之处 南来北往的人们 需要多样化的娱乐 与不同种类的腔调 就在汉剧艺人们 打码头 争试场 各师所尝试 他们无暇顾及的 黄啸花骨 也正在同一片土壤里 悄然生长 Soul House Band 是一个刚组建不久的乐队 但他们演奏的布鲁斯音乐 却有些古老 前身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黑人在劳作时的人生耗子 有时候 他们还会尝试着 恢复布鲁斯音乐 最初无乐器伴奏的状态 事实上 当今世界 几乎所有流行音乐系统的根基 都来源于这种最初的形态 黑奴有了自由之后 他们慢慢地把这些音乐 从Cotton Field里面 带到了城市里面来 来谋生的 很像我们那个 储聚在田田地头 或者在休息的时候 大家吼两嗓子 在这百余年间 布鲁斯音乐 经过乐器电声花的改造 逐渐形成如今的样子 当最初美国密西西比河沿岸 采棉花的黑奴 创造出这种 布鲁斯音乐的原始形态时 以采茶歌为蓝本的 黄小花鼓戏 正悄悄进入汉口 德租界里的茶园 两个世界里 两种毫无交集的曲调 在同一个时期 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 一问一答的 即兴表演形式 没有乐器伴奏 靠同伴的人声帮腔 甚至连情愫内容都相当类似 折腔 抽居刚开始进武汉的时候 是蛮早已业的 音乐有得 演员互相之间 在合作帮腔 其实当时我觉得 劳动人民并不知道 这就是音乐 但是我觉得 它一定是 它最愉快的表达 一人唱万人喝 叫声腔与接声腔 对吧 它没有伴奏 其实它是那种 是有韵律的 哟哼哼哎呀 哟哼哼嗼呀 它就你看 它是有一唱一和的 这栋法式建筑 是中国第一条 长距离铁路 京汉铁路 最南端的火车站 大志门火车站 1906年通车之后 这一片法租界 成为当时 最热闹的地方 茶馆是附近最常见的商业业态 南来北往的过客 在共和生平楼一楼洗澡 二楼喝茶听戏 而旁边的天仙茶园 则是知名的大型茶楼 黄啸花谷最重要的蜕变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而这个蜕变 竟然和汉剧的加入 觅不可分 场面一半戏 就是那个戏唱得好 但是没有场面不行 说明那个音乐伴奏的一个重要作用 丑菊他包括很多声强 他的油气都是启示汉剧的 他的胡琴就是汉剧跟他陪陪的 过去是汉剧的一个老爷 叫夏思海 跟他帮忙拿胡琴 他丑菊过去没有胡琴 汉剧琴师《瞎子海》的加入 结束了黄啸花谷戏 人生结枪的历史 黄啸花谷戏 历史上第一处 由胡琴伴奏的演出剧目 便是桃谷鹏和李百川合演的 《白善记》 这出戏是所有花谷戏般必唱的剧目 剧中的众头是生死离别的母子 档铺相认 五百句唱词 全程无念白 完全依靠肉嗓子喊唱 现在汉剧琴师的加入 突然让这段众头戏大放异彩 好评如潮 直到1956年解放后 武汉市储剧团重新公演这出戏的时候 依然如此 在这个戏剧中间 是包括文人文化跟民间文化 但是它发展过程中间 这个文人文化跟民间文化 既互相有一个竞争的状况 也在互相吸收 像这个土剧 在租界文化 城市文化 市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渲染下 它也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艺术品格 这个艺术的变成应该 就是在这种雅筑 在这个大小 在这种家国跟乡土之间 彼此之间也就是说在游动 在变化 在发展 黄啸花鼓由最初的涡河腔 加入了乐器伴奏 无乐器伴奏的布鲁斯音乐 在后来也加入了吉他 贝斯和鼓的三大剑 并进行了电气化改良 然后 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 都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只是对于花鼓系艺人来说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时刻 来得太快 这艘排水量780吨 1350匹马力 配备八门火炮的战舰 就是著名的中山舰 他因为经历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被人熟知 而他曾经的舰长李之龙 竟然是改变黄啸花鼓历史命运 让楚具横空出世的直接推手 1926年3月18日 原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随国民革命军北伐 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李之龙一直是军校左翼社团 雪花巨社的核心骨干 这个明显带有革命色彩的巨社 跟着29岁的李之龙 一同来到了汉口码头 当李之龙看到租界茶馆里 异常火热的花鼓戏史 这位有着先锋思潮的海军舰长 立刻意识到 花鼓戏粗陋的表演 是一种民间的文学 是一种平民的艺术 1926年9月 黄校花鼓戏正式更名为楚剧 并成为北伐军宣传革命 推翻旧制的重要社会力量 这就可以用来宣传革命了 李之龙看中的 说实在地 看中他的通手 他的通手一动的这些东西的话 使得他具有了很强的渗透的力量 民间的这种呼声 就自然而然的就会 宿主于这种民间的小腔小调 哪怕就是唱一种小曲调 都可能会达到 也就是说 这种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 他们表达自我的那样的一种作用 这栋位于武汉中山大道上的七层塔楼 已经存在了102年 它曾经叫做新市场 在北伐战争时期 它叫雪花石剑 1927年2月2日 楚剧在李之龙的主推下 登上雪花世界的舞台 以合法的身份 公演了新编的时装剧 《小尼姑思凡》 轰动了当时整个汉口码头 也刺激了汉剧戏班 与楚剧艺人的进一步合作 和相互改良 尽管后来楚剧再次经历尽眼的坎坷 但在越来越多市民阶层 以及大量黄小移民拥躬的支持下 楚剧一直活跃在汉口码头 成为庶民胜利的历史样本 这首和楚剧公演同期出现的《毛毛雨》 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首流行歌曲 作者李锦辉是听着花鼓戏长大的 这首流行歌曲不仅带着湖广口音 而且还带着花鼓戏的腔调 毛毛雨的迅速窜红 或许只是时代变迁中偶然露出的冰山一角 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着普通人对传统审美的认知 这首流行歌曲不仅带着 在生活的最完善期间 最终的游戏是引起人们的改善 最终的寸战刘亦看见 是实在保护时的宗战 是在观察中的战略 由于保护个街头的伸展 可以带花 电气工业革命将舞台改头换灭 茶园被歌舞厅取代 音像制品 新式话剧 开始分流舞台下的观众 时代成了所有人的对手 审美与经验被刷新 女艺人开始登场 汉剧工会会长傅新一的女子科班出现 诞生了后来的汉剧大师陈伯华 楚汉两剧之间的破圈行为 越来越频繁 汉剧开始走向农村 而楚剧的折子戏 向更完整的剧情大戏发展 从文化领域来讲 技术的眼镜传导到文化领域 高一级的技术形态和艺术形态 会对第一级的艺术形态 比如说戏曲 承材着审美替代效应 它是必然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意的 戏曲艺术想很健康地发展 必须根据老百姓 广大观众的美学趣味的变化 美学趋向的发展 本身需要自我完善 自我更新 位于汉口长堤 接红颜巷的这栋老式建筑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第一个由政府出资修建的 汉剧专业剧场 当时 汉剧工作第一团团长吴天保 就是在这里开始了一系列 剧场旧习俗的变革 1962年 武汉市汉剧院成立 有了新职 这里就慢慢成为了周围居民 自我娱乐聚会的地方 尽管剧场内部 已经改造成了歌舞厅 但它的门头和框架结构 被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忆 保留了下来 被一起保留下来的 还有历经百年的汉剧和楚剧 这座城市一直在努力 让这两个独特的标签 变得更为醒目 2021年5月19日 武汉市楚剧院演员于维刚 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项 梅花表演奖 这已是楚剧第四次获得这个奖项 2021年7月26日 武汉市汉剧院 针对剧团年轻演员的专业技术考核 又开始了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考核 激励更多的新人 我现在目前的工作就是以培养新生代 00后的演员 把他们培养成才 这个为主 包括我们下来 马上又要开始着手 要招汉剧的新一批的演员们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 城市文化更丰富 让我们的汉剧的这样一个剧种 更强而有力 把传统的思想 跟今天的青年观众 所能够接受的 这个新的时代的观念结合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在艺术上 我觉得同样的 就是把 它原来一些古老的特点 跟这个今天那种时代的生命相结合 这可能也需要做一个多方面的探索 年轻的张静雯 闲暇的时候 会和朋友在剧院附近的西北湖小区 这是戏外的生活 一出戏 即使是经过一百年 在年轻演员眼里 她依然是不欣喜 练习 排演 登台 是人生中最日常的状态 当情绪成为职业时 即使是演员自己 也很难梳理 舞台上角色情感的真实头目 张静雯饰演的白素贞 需要孤身前往仙山 盗取灵芝 舞台上的对手 是法力强大的法海 而现实中 张静雯的对手 可能就是 他自己 鸡木的对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